欢迎来到中年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希望大家看我们的视频开心 中国驻冰岛大使夸拉迪利热巴 走出国门代表中国 一年过去了 新疆武还在全球巡演 全世界出圈 中国驻冰岛大使夸拉迪利热巴 冲上热搜的时候再一次让人们知道 作为中国人的迪利热巴 真正做到了带观众看世界 带世界看中国 《花少思路记》节目中 迪利热巴身着维吾尔族传统服饰爱德莱斯群 表演新疆民族舞蹈 引发国内及海外全网观众的关注 被多个中国驻外使领馆向全球推荐 真正做到了带观众看世界 让世界看中国的文化输出 中国驻冰岛大使的夸赞 对迪利热巴来说 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肯定 他的新疆舞表演 不仅让他在街主流资源方面得到了很大的帮助 也让他在娱乐圈的地位更加稳固 有网友表示 迪利热巴的新疆舞表演 得到了中国驻冰岛大使的夸赞 这对他来说 是一个巨大的肯定 他的舞蹈才华 让人惊叹 近年来 海外民众接触中国文化的机会越来越多 对中国文化的感知也越来越深 中国形象走出去效果显著 但离走进去尚有距离 而结束不久的花与少年 思路纪的价值正体现在这里 通过艺人的带领观众 走进各国文化的同时 也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从小切口进入 增强国际传播 想到一句话颜值越高责任越大 综艺里看到很多场景画面 真的会让人很自豪的点头微笑 连同迪利热巴在内的北斗七星 每个人本身都是让人喜欢他们的最大底气 真正做到了走出国门 代表中国的文化宣传大使 值得多人的喜欢和夸赞 没有人能复制北斗七星的成功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请不吝点赞,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